哈囉,各位,我是兔頭 歡迎收看WACON新手教學 這一部會很快速的把 WACON教學和超頻點壓設定 AMD和NVIDIA顯卡需要注意的事項 台幣如何促進完整的呈現在這支影片裡面 下一支影片我會跟大家說 WACON的一些技巧 希望大家不要成為肥菜之類的 我們廢話不多說 這支影片蠻長的 希望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耐心看完 我今天要教大家使用的WACON 這個挖礦軟體叫做NICE HASH 為什麼要用這款呢 因為這款是世界上最大的挖礦平台 每天平均都有30萬個礦工在上面挖礦 集成最大的效益 而且你可以在各大的論壇上面 看到它的蹤跡 不管是外國的還是台灣大陸 雖然說用這個挖礦軟體 挖的還是以太幣換成比特幣 但是經過一段時間的比較 我發現你就算直接去挖以太幣 最終得到的結果 這樣都大同小異 有時候甚至NICE HASH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它有時候你的算力會去賣給別人 會有比較高的收益 所以長久有看下來 我覺得這是套不錯的新手入門挖礦軟體 嗚 現在就來教大家怎麼挖 剛才先上Google搜尋 NICE HASH 就有了 打開它的網站 這裡就可以先看看你的顯卡收益到底在哪裡 這裡有一個簡單的計算機可以看 你可以自動辨識你的設備還是手動選擇 像我要搜尋我的顯卡每天能賺多少台幣 我就在貨幣這邊輸入TWD 就是清台幣嘛 然後預估費用這裡就是電費嘛 電費我看一度五塊吧 直接算最貴的 我們做最好的打算 然後我的顯卡是RX5808G 然後開始計算 這裡就可以看到你顯卡在這裡挖礦的收益預測為58塊台幣 這個數值是會浮動的 它每天都會不太一樣 因為基本上現在獲率最高是以太幣 NICE HASH是從以太幣挖到的礦 直接等值跟比特幣兌換 就會換到這樣的價格 有時候一天你可能看到 哇 早上預測是100多塊 晚上50塊 所以總是起伏很大啦 但是你長期看下來 你自己心急就會有個論局在 你就會知道它的價格大概在哪裡 以太幣換到比特幣 這上面這些都是那些教育所的價格 其實都差不多 所以我們隨便挑個來看 可以看到現在以太幣換成比特幣的價格 越來越低了 我前幾天拍片的時候還蠻高的耶 結果現在就下來了 瞬間掉一半 所以我說風險很大對不對 你們自己要注意哦 就我幫不了你們了 然後下面這邊你可以看到近期收入 一天可以拿到58塊 一週可以拿到500塊 一個月可以拿到2500 這裡有近期的兌換的比值 有時候你會看到這個算力突然飆高 Night Hatch上面的算力 有時候有機會是會賣給別人的 有些駭客啊 會想要去就是買算力來攻擊其他的礦質 或是諸如此類的 我也不知道他們要幹嘛啦 總之有時候你的收益會突然飆高 就是Night Hatch的時候就是這麼奇怪 不然平常的時候他就是這樣持平的狀態 然後下面他還會告訴你說 可能會用多少瓦的電力 像這個算法是以太坊的算法 他就會有個31 就會告訴你基本的算力 他就會跟你說你用這張卡 然後測了所有的算力下來 得到最大的獲利 他這裡就會給你圈圈圈起來 如果同時有好幾個都是不錯的 他就會同時圈了好幾個 這個網頁剛開始在你挖礦錢 就可以很好去分析說 我這個卡挖出來有沒有錢 是不是符合自己心中的標準 You know 假如你在這邊輸入你的設備 結果發現他沒有結果 那很抱歉 你只能實際自己挖挖看 才知道能得到多少錢 再來就是註冊會員啦 很簡單 直接點這裡了 馬上開始 他就會叫你輸入帳號密碼 email密碼密碼 然後打勾打勾 這樣就好了 別忘了做兩不認證 安全很重要 成功登陸後就可以進到他的後台 你就可以看到你目前的挖礦狀態 再來就是點到這裡左上角 有個挖礦 點下去 然後右邊這裡有個新增挖礦機 點下去 就這個 到這裡說我懂的 吧吧吧吧吧 然後到這裡 按下載 這裡有個 download nashash 安裝機 點下去 他就可以下載了 開始安裝 安裝完之後 到最後一步的執行 nashash挖礦軟體 先不要按flinch 不要按繼續哦 在開始挖礦前 要先做一下步驟 因為挖礦軟體裡面有可能 有些東西會被系統 誤認為病毒 你必須做一下操作 才能完整的安裝好這個挖礦軟體 我們到左下角 這裡有個開始 右鍵 這裡有個網路連線 找到Windows防火牆 左邊這裡有個病毒 點下去 在病毒與威脅防護這邊的管理設定 點下去 到排除項目這裡 可以新增 新增排除範圍 選擇資料夾 找到nashash的安裝資料夾 然後在這裡選擇資料夾 他就可以排除 會被偵測成病毒的可能了 如果你找不到這串路徑的話 沒關係 影片下方敘述裡面有快速路徑 你就照那個路徑 複製貼上 就會找到了 我都把你找好了 然後剛開始啟動nashash 他會要你複製貼上以下的挖礦地址 你就複製貼上按確認就好了 因為我已經輸入過了 所以我這裡就沒辦法展示給各位 微欄的重裝 特別要注意一點 最好把nashash的路徑 右鍵內容 點選相容性 將他設為以關於的身份之期 此程式 這樣他才有巨大權限 點開他就開始跑了 跑完之後就會看到這個介面 都是英文的怎麼辦 都看不懂 我頭好痛 此時你可以到設定 一般裡面往下滑 可以選擇語言 一般內建只有簡體中文 但是那個簡體中文翻譯漏了很多 所以我自己做了繁體中文 點選完繁體中文之後 他就會要你整個重開 重開之後就會發現 他就變成繁體中文了 繁體中文的語言檔安裝很簡單 一樣找到nashash的資料夾 點開這個app.vr裡面 然後直接把這個丟進去 替換取代 這樣就好了 記得取代翻譯之前 要先把nashash的軟體關閉 然後同樣進到這個介面 你就會看到 整個介面都變成繁體中文 好棒棒 這裡是控制面板 正常來講 你直接點開這裡 就可以開始挖礦了 裝置裡面可以看到 電腦裡面有哪些裝 基準測試呢 這裡可以測試很多種 不同的挖礦軟體 這裡就很多 你可以選擇全部讓它 爛一次跑 看哪一個 是對你這個顯卡有最大獲利的算法 差別是你可以安裝額外的挖礦軟體 再去跑測試 因為有的顯卡真的很爛 爛到不行 可能只能跑一些不知名的幣 但是最終這些幣都可以換成比特幣 不用擔心 所以你基準測試過你的顯卡了 跑過這些所有的算法 它狀態都顯示錯誤的話 那你就是繼續安裝 各種安裝把它安裝好 安裝滿 然後就來再繼續跑 基準測試 測到哪一個可以挖的 就是你那張顯卡可以挖的礦 當然你在安裝之前 可以先點開想起 看它支援的裝置是 哪一種顯卡 或是CPU 就可以用這個來簡略的分辨 哪些挖礦軟體 是適合你的 你就可以不用浪費那麼多時間 安裝這些挖礦軟體 然後在基準測試裡面 全部又給它跑了一遍 花了很多時間 呵呵 然後測試完 你就可以開始挖礦了 點開始挖礦 它就開始挖給你看 非常的爽 你就會看到很多數字 在這邊不停的跑動 在這些數字 跑動的背後 就是你的錢 正在慢慢的產生 看得非常舒服 雖然說 你一個都看不懂 但是你會一直看下去 非常的舒壓 非常的好幫助入眠 跟各位解說 不過設定裡面的部分 設定裡面的一般錢包就是你剛剛設定的錢包嘛 礦工名稱你可以隨便設定一個方便自己好辨識 這台礦機是拿台的名稱 服務位置就是你伺服器的位置 它正常會選擇歐洲或是美國 可以選擇香港或是日本 會比較穩定 拒絕率比比較不會那麼高 接受率和拒絕率是什麼 我待會兒會跟各位說 這些更新你自己選 都中文了 還有我教 境界裡面雜像 可以自動開啟挖礦 自動關閉 你自己看 然後如果你的顯卡好時不時是 GTX1080 或是1080Ti 還是Titan P 這裡要特別選擇一個選項 在境界裡面的NVIDIA 這裡有個執行擴大 記得要打勾 但是你打勾之後還是有機會沒有作用 所以你還要頭外去下載這個軟體 這個軟體是什麼東西呢 這個軟體可以幫助你的 1080 1080Ti Titan XP 算力增加快兩倍 我現在用的是GTX1080 它的算力是21 如果有個方法可以讓你加速 那為何不用呢 此時請點我影片下方的敘述 這裡可以下載 下載方式很簡單 直接點它 然後這裡有個download 下載下來 下載下來就會得到這個檔案 但是要特別注意的一點就是 你不能在挖框之前先把這軟體打開 你的螢幕會崩潰 會花瓶 非常可怕 所以你只能在開始挖框後 跑出這個小黑窗 看到這個算力之後 才能把它點開 點開之後呢 它就會說 它現在已經打開了 請讓這個視窗繼續打開 我們會繼續破壞你的顯卡 然後你就會發現 這個算力怎麼越來越快了 原本只有21 一直往上升 來到了30 非常的快速 好棒棒 然後引力也上升了 剛剛970元 現在變成94元 好開心 這個是這種少數卡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其他卡不用待清這些時期 AMD的卡要特別注意一個點 有些早期的AMD卡 它會需要做一些設定 算力才來起來 像畫面上看到的這張RX590 這種時期的卡 它需要做點設定 不然它的算力會很慢 像我這個設定前只有8 但是設定完後可以到31 現在比較低 是因為我在錄影 用這台電腦 解決方法很簡單 完整安裝AMD的驅動 在桌面上右鍵 就會看到這個選項 打開之後 就會跑出這個好像很裝逼的東西 點到這裡有遊戲 在這裡點到 往下移 這裡有個進階點開 看到GPU工作負載 原本會是選卡的選項 請務必選擇運算 之後會跳出一個視窗 要你重啟 重啟之後 你就會發現你的AMD顯卡速度變正常了 非常的快速 好棒棒 再來是簡單教大家降壓超頻的部分 一般網路上的人應該都會說要刷BIOS比較好 但是刷了BIOS 你的保固就沒了 非常麻煩 我覺得不太適合一般新手挖礦的人使用 我在這裡提供一個簡單的方法 一樣在桌面上按右鍵開啟這個東西 在這裡選到效能 這裡有個微條 就可以看到顯卡的設定了 這裡以下是我簡單的設定 在這裡我為了教大家 所以我直接捨棄變更 從頭再來 這顯卡預設時候的樣子 你會發現空耗溫度上升了 風扇轉速變快了 但是算力非常的一般 此時你就要開始手動降壓了 還有超頻 這裡點手動 剛開始你不知道怎麼調的話 可以直接點空耗微調 可能降個30% 40% 試試看 通常GPU大概維持在1100到1300這邊就好了 現在顯卡挖礦不太需要使用到GPU的核心時脈了 此時你可以開始把Bram微調了 這個地方微調的話 你可以慢慢一步一步來 剛開始是2000 那你調成2050 再調成2100 或者是你真的很懶 那你就上網找有沒有人家的分享 你就照他的做就好了 這樣子調上去之後 你會發現速度稍微變快了 這個GPU核心的部分 你就可以在這裡設定 然後降低他的頻率 然後你就會發現他的速度提升了 正常來講現在應該會到31 但是我用這個電腦在錄影 所以他速度變慢了 這樣子大概設定好之後 你的顯卡就會變得溫度比較低 也比較不差顯卡 我那麼耗電了 我的話我都會到這邊進階設定 頻率 我會設定在1200 我這張卡啦 每個人卡不一樣 你們千萬不要跟我招住 到時候爆了 不要找我 拜託 每張卡都不一樣 你們可以自己去穿 謝謝 這些條法網路上都有很多很詳細的教學 你們可以繼續去看 你可以發現現在風扇的轉速已經變成比最低 你還可以把它進階設定 弄在50% 100% 總之就是讓他降溫嘛 當然市面上有很多可以調顯卡時賣的軟體 你們可以自己去嘗試 不一定要照我一樣用這個 然後這張是GTX1080 然後做法一樣很簡單 這樣功耗強 然後按套用 然後看看情況如何 速度是不是變慢 還是一樣 然後再慢慢這樣 再調記憶體的時賣 把核心頻率降低 顯卡降壓超頻的方式 其實大多上都大同小異 再來就是挖礦這個畫面上面的一些簡單的講解了 這個New Job就是他正在開始挖礦的工作 這裡就是挖礦那個礦池的網址嘛 然後這是難度 這個挖礦難度之後會越來越高 會越來越難挖 分享接受你成功挖到礦了 然後如果出現紅色的那就是你的挖礦被拒絕了 這裡通常都會顯示你挖礦的算力 分享率接受拒絕或是錯誤 如果你開了一段時間 發現你的拒絕率很高 超過接受率的1%的話 那就是有問題了 有可能是你顯卡超頻超的太多 不穩定 此時你就要開始想辦法 另外還有可能就是 從你家連到挖礦伺服器中間發生的一些網路問題 這也會產生分享拒絕的可能 另外一點要特別跟大家說的地方就是 市面上這些挖礦軟體他都會抽稅 可能你挖個幾十分鐘 幾乎都會固定抽一點分潤 給這個挖礦軟體的開發者 網路上有些破解的方法 我這裡就不多說了 我有空在拍一集教學 因為挖礦要收稅的軟體真的太多了 開始設定好挖礦之後就可以來後台這邊看看了 這裡可以管理礦機查看狀態 他挖礦出經的方式都是 先在這個nash hash的礦裡面挖到礦 然後給錢 錢會給到nash hash裡面的比特幣錢包 這裡可以看到最近的款項 正常來講大概每一天都會自動把錢打到你的錢包裡 這就是你的nash hash比特幣錢包 如果你要把它提領出來的話 有人會想說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在這裡挖礦軟體裡面設定 我的外部比特幣錢包 我直接挖出來的錢進外部的比特幣錢包就好了 可以這樣做 但是nash hash會抽 如果你不介意那個5%的話 直接就把錢提到你的錢包裡面 但如果你可以有那個5%的話 先把比特幣存在nash hash的錢包裡面 累積到一定的金額之後 你想提理再按提理 這樣子手續費比較低 還有一點要注意就是你的本地算力 不代表遠端伺服器的真實算力 會有落差的 正常來講不會落差太多 如果落差太多就是有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把比特幣提現換成台幣的部分 能換成台幣的交易所就那幾間 你隨便選一個你喜歡的就好了 像是有幣托 幣安 MyCoin MyCoinMax 隨便選一個你喜歡的就好了 沒有什麼是比較好 或是比較棒的部分 隨便加一個你們喜歡的 我覺得這樣子就可以了 幣安的部分呢 他沒辦法直接領出來成台幣 但是他上面有的買家 他會跟你買比特幣 可以用LightPay 或是諸如此類的方式交易 而買幣上面也有很多的 交易方式和玩法可以玩 如果你對此有興趣的話 你也可以把你的幣挖出來 然後到這裡玩耍一番 基本上這些東西我都一概不了解 我自動挖礦 所以這部分就不教各位 有興趣可以自己去看看 體力的部分是幣托 剛開始註冊進來 你就是各種身份證設定 認證 認證完之後 可以設定你要領出的銀行帳戶了 也可以新增你要的銀行帳戶 幣托裡面一樣通常都會有個錢包 就把這個這裡有個BTC的錢包地址複製 到nicehash這邊比特幣提簽地址貼上 然後設定個名稱 這裡打勾驗證 nicehash裡面的先有比特幣 領到Bitcoin裡面了 比特幣交易需要點時間 請耐心等候 希望以上的教訓有幫助到各位了解 怎麼挖礦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大家喜歡的話請訂閱我 然後有任何問題的話 可以私我的FB 或者是加我的官方LINE 我會快速跟大家做回答 謝謝各位 我們下次再見了 大家掰掰